有不少香港人都會有肩頸痛的都市病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肩膀痛的時候 都會拍一下它 捏一下它 但其實這樣做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們今天請了吳老華隻醫 跟我們從一個專業的角度 去看看肩頸痛這個問題 醫生 我想問你 我們很多時候會有肩頸痛這個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呢 很多時候肩頸痛的成因 都跟我們現在生活上有很大的關係 尤其是我們現在用的電腦 平板電腦 一些智能手機 它們都是為了方便我們日常生活 而產生的產品 但是同一時間它是方便我們 但如果我們用的時候 的姿勢不正確的話 很多時候會令到我們長期 尤其是我們頸部 頭部 處於一個不對的位置 導致我們的關節 肌肉 都會有緊編的情況 而我們長期使用它的話 我們就會長期拉扯著我們的肌肉 慢慢就會導致肩頸痛的情況出現 很多時候肩頸不舒服的時候 都會忍不住拍一拍它的頸 其實這樣是否不好呢 其實當你拍鏡的時候 已經代表你頸椎有錯位的情況出現 但如果你再繼續這樣做的話 只會令那個位置錯上加錯 尤其是如果我們拍得多的時候 很容易拉傷令到我們受傷 很多時候我們去按摩的時候 有些按摩技師都會說 會令到你舒服一點 但其實這樣就千萬不好了 因為嚴重起來 有機會導致我們中風 令到我們面部和肩頸位 其實是不能夠動的